身為跑步新手的你 常常跑沒幾步就覺得非常喘 跑不下去了嗎 歡迎回到運動這一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算是跑步上的觀念問題 常常會有人私訊 甚至在YouTube下面留言說 我常常跑沒幾步就開始覺得非常喘 甚至在這樣的訓練情況下 我根本覺得我沒辦法繼續進行下去 這通常是新手會遇到的第一個跑步問題 那我們來釐清一下 為什麼他會遇到這樣的狀態 通常這樣的狀態的發生 普遍來講可能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他在訓練當中 配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狀態 就開始跑得非常快非常喘 導致他的身體在很快的期間內 就已經沒有辦法維持在有氧的狀態 這個時候的跑步新手 普遍來講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跑不動了 因為太喘他必須停下來 那第二種可能呢 通常是你在跑步當中 呼吸上出了問題 常常會有人懷疑在跑步當中 呼吸該怎麼去做調節 那呼吸這件事情呢 其實在跑步來講 它可以很簡單 也可以很困難 我常常在教學當中提到 跑步當中的呼吸 輕鬆自然就好 什麼叫輕鬆自然呢 你在跑步的當下 節奏可能是 1 2 1 2 1 2 那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你的呼吸 跟跑步節奏應該是相對應的 可能是兩拍 就是跑兩步的時候吸一次 兩拍跑兩步的時候吐一次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呼吸跟跑步節奏搭配之後 你的呼吸就不太容易 因為過度換氣 導致你進入一個非常喘的狀態 所以建議跑步新手的你 如果你不是在配速上出的問題 或許你可以檢視一下 你的呼吸狀態 有沒有在訓練當中 導致你過度換氣 讓你在跑步的當下 因為自己換氣太急躁 導致自己在跑步當中 已經進入到一個非常無癢的狀態喔 那我這邊就來教大家幾個簡單的 配速跟呼吸的訓練方式吧 如果你是跑步新手 建議你在剛開始訓練當中 你的配速單位 可以先到操場來進行訓練 因為操場是一個固定的單位 你可以在每一圈當中去設定一個時間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有一個基準點 來評估你現在的速度 有沒有在一個穩定的情況下 去分佈你的體能 否則你可能因為這一圈太快 下一圈太慢 導致訓練效果不髒之外 又會讓你過度換氣 身體開始進入非常疲勞喔 所以今天新手的你 先從操場開始 每一圈設定一個固定的時間 來開始訓練 那建議新手的呼吸呢 建議你可以在跑步當中 先做原地的 甚至你在跑步機上 都可以提醒自己是 跑步是吸吸吐吐 吸吸吐吐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你在吸吸吐的過程當中 你的呼吸節奏 跟你跑步的節奏 是有搭配上的 這個時候的狀態 對於你在跑步當中的訓練 是會比較有幫助的喔 所以提醒自己 吸吸吐吐 吸吸吐吐 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真的在跑步當中 是屬於頻率比較快 步步比較小的跑者 甚至你可以到 吸吸吸吐吐吐 吸吸吸 變成三拍 也是可以接受的喔 這種呼吸狀態 只需要依照你自己個人 習慣的步頻節奏來做調整 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們有一個 絕對正確的方式 所以記得 你只要跑步當中 感覺舒服 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這邊有一個小訣竅 想要分享給跑步新手的你 如果你剛開始訓練 不知道該怎麼呼吸 調整放鬆的話 其實跑步呼吸 也有放鬆的時候喔 你在跑步當中 可能是吸吸吐吐 吸吸吐吐 再經過一段時間 可能是100公尺 200公尺 你就可以做一次放鬆的呼吸 什麼是放鬆的呼吸呢 簡單的講 就是打破原本的節奏 你原本是吸吸吐吐 吸吸吐吐 放鬆就是吸吸吐吐 做兩個大的深呼吸 再回來吸吸吐吐 這個時候的吸吐狀態 就可以恢復到 你比較可以接受的狀態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繼續跑得更遠喔 以上就是今天簡單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身為跑步新手 常跑沒幾步就覺得有喘 可以來檢視一下 你到底是配速出的狀況 還是呼吸出的問題呢 希望這集對你們有幫助 我是你的教練良主任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EN- -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